今天我总算是知道了 原来借钱真的可以看清楚一个人的人品 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 还钱的时候再好的朋友都会成为仇人 我前两年借给一个朋友一万块钱 他说家里有急事借给他周转一下 想着我们关系还不错就借给他了 刚借钱给他那段时间 逢年过节他都会问声好 感觉还挺好的 直到后面把我微信都删了 一分钱都没还 本来当时借钱的时候说的是两个月后还我的 但是两个月后他都没还 心想可能是他手里不太方便 反正我也不着急 没想到正是因为我这种善良 不好意思找他还 他也真的好意思不还 后来才发现他竟然把我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今天我才明白 什么朋友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 今年通过他的家人找到他让他还钱 端端续续还了三千 到现在也没还完 还差七千块钱 后来再找他 他就是一句没有钱 逢年过节我还给他发信息 就是想让他想起来欠我的钱 还没有还完 结果人家像失忆了一样 根本不提这事 我也不好意思多问了 有时候我都庆幸 幸亏多少还了一点 真是印了那句话 借钱的时候 你好意思开口 我不不好意思不借 还钱的时候 我不不好意思开口 你好意思不还 感觉像理所当然的一样 哎 吃一欠长一智 记住这次的教训 以后别人再借钱 一定要胜之又胜 十二点 饭也做好了 给老板送饭去 这件事到现在 我也不敢告诉老板 想想这一万块钱 他要做多少按摩 才能挣回来 哎 人不能太善良了 在利益面前 什么关系都是假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们遇到我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 还会继续找他还钱吗 记得点赞关注哦